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上好 赞美主是话语的时候 现实的时候 今天是1月13日星期五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读 来自克雷斯 欧亚克罗姆牧师的美日灵修 话语的时机 今天的信息题为 基督 我们的生命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里说到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起显现在荣耀里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颂战归于神 只要一想到这一点 神的大能就会关穿我的全身 我们不是普通人 当你接受基督时 有些事情确实发生了 神的生命和本性被分次给了你的灵 你不再拥有人类的生命 你拥有基督的生命 神圣的生命 这是使徒保罗的总结 他宣告 我是以基督一起钉十字架了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现在在肉体中活着 是靠神儿子的信心活着 他爱我 为我舍己 加拉台书第20章第20节 这是一个多么得胜的 深度的确信啊 当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10节 提到了同样的想法 他说作为新的创造 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 在知识上更新 换句话说 你越是去认识他 在知识中经历他 他就在你里面 并通过你表达的越多 这就是基督徒的成长 当通过默想 让在你里面 神圣生命的知识 进入你的灵时 他就会成为你持续的意识 他成为你的实践 经验和生活方式 当基督是你的生命时 你的肝脏 心脏 或肾脏 怎么会出问题呢 圣经说 如果基督在你里面 即使你的身体 是因罪而死 或被疾病摧残 圣灵却因意 在你里面 神的生命和本性 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赐给你的身体生命 那堕落的 失败的 被毁灭的 和破碎的人类生命 已经被基督的生命 也就是 这公义 尊荣 平安和荣耀的神圣生命 所取代了 荣耀归于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宣告吧 基督是我的生命 基督是我的公义 基督是我的智慧 基督是我的全部 基督在我里面 是荣耀的盼望 今天 我充分表达了 我神圣本性的本质 用基督的公义 尊荣 平安和统治 影响我的世界 哈利路亚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到以下参考经文 哥罗西书第一章 第26至27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三至十节 罗马书第八章 十至十一节 ESB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 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 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 at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 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 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灵 并他的圣灵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 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 我是神的儿女了 Hallelujah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 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